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联直 跳票继续 抗争继续 跳票继续 抗争继续 抗争继续 我高峰局长从上任以来跟大家接触的时候的承诺曾经说过 能够给各位同仁一分的不绝不会少 但是不能给各位同仁的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不能够提供的 我会清楚的告诉大家 大家在交通部夜宿了大概五六天 你们的诉求交通部夜部长有听到了 所以他只是我在做以下跟大家做个说明 第一点 高峰局绝对保证远通公司要履行薪资保障的部分 绝对不会跳票 这代表什么意思 当远通公司不支付他该支付的薪资保障时 高峰局会先行代付 然后会从远通公司 要给远通公司的委办服务会里面扣除 除此之外 高峰局也会依ETC的契约按日处罚五十万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 有关薪资保障的部分 在远通公司要履行的五年之间 绝对不会跳票 在远通公司转制的过程中 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这一部分 高峰局会将即日起 会将现行已经运作的收费员关怀专案会议 以提升为收费员转制申诉处理专案小组 在这个小组里面 我们会纳入劳动部的代表 也会请劳工的专家学者一起 来审议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以公平客观的方式来审议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 我们可以确保大家在职场上的公平性 第三个部分 也是大家一再很关心的 高峰局一定会严格的监督远通公司 确实履行 他的承诺 什么承诺呢 就是对于需要转职的收费人员要全速吸收 而且会要求他在6月30号以前 按照他的承诺 对于需要转职的收费人员全速吸收 他无法依这个契约或承诺来执行的时候 高峰局会立即启动契约的罚款机制 对于远通公司 对于远通公司 借其不改善 会按日五十半的处罚 高峰局或交通部 绝对不会放纵 轻易的放纵 轻易的放纵 也都是违规的奇事 都发生 各位同仁 有关 各位同仁 各位同仁 对于刚才我知道的三项事项 有建设到一些执行的细节 高峰局都很欢迎 也会跟我们收费同仁 大家来共同讨论如何来执行 现在 有关今天 大家在交通部 夜宿五六天的 大家也辛苦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不安全的 也是有种的女友出发 所以呢 我以局长的身份 希望大家能够趕快的回去 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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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交通部 希望见到夜部长 也希望跟夜部长能够对话 这一部分 我刚才已经跟夜部长联络上了 夜部长承诺 可以在六月三十号之前 单独的与自救会相关的成员 就大家代表 就大家关键的一起来沟通 所以 这个就由大家 我们会跟会长来联系 然后联系好了以后 一定会跟大家来做说明 最后 我要跟大家讲 我以高空局局长的身份 来这里鼓励大家 希望能够尽数的媒合 让我们的生活 陆入真轨 那另外 我也要跟大家讲 我以局长或全局的同仁 一定跟收会员站在一起 我曾经说过 曾经是高空局的一份 永远都是一个圆统 教佑洛 请大家打罚的唯一求姿 谢谢大家 教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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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老婆 学长老婆 和这节目 教科 休闻 学长老婆 加油 学长老婆 学长老婆 早伯 11 圆人 绝 要逼到這個地步,我們也不願意這樣做 那,就像剛剛講的一樣,我們看6月30號的討論 6月30號之前這個約定,葉框石頭被挑票 好,請大家站起來 為什麼國家可以把整個國家的資產全部VOT 我們有兩大VOT的怪物 一個就是高鐵,第二個就是所謂的ETG電子收費 所有國家的約聘故事,用最多大量約聘故,就是我們的政府 政府如何來面對,他的工人竟然是勞機房顧額,沒有年資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絕對不是只有收費員 就算我們收費員上國道,要的不是只有收費員的年資跟所謂工作權而已 我們要的是安全的僱用,以備著愛心的工作,好好的莊老 不是做一個約聘故,我們也請政府好好重視這個問題 收費員的抗爭,我們絕對要有一個制度上的改革 就算有任何我們有任何犯罪的犧牲,也是希望有制度上的改革 絕對不是為了活到收費員個人的利益 國家不可以這樣對待基層的工人 所有的工人,靠工作打拼,領取薪水,又可以隨隨便便費多加拋棄 所有收費員我們要清楚知道,我們的抗爭,絕對要有一個更大 不是只為了我們自己,要不要要求社會的改革 要不要要求社會改革 要 剛剛說到的,我們是不是先行離開他同不同意 同意 好,那我們面向車道,我們跟今天受到我們影響的所有的用戶人 我們深深舉一舉高,跟所有的用戶人道謝 也謝謝社會對國道收費員的支持,謝謝 所以,我們就離開我們這邊 以後這邊就成為我們國道收費員的抗爭勝利 我們的,如果,剛剛提到 630見面的我的跳票,我們要不要重回國道 加油 開戰國道 開戰國道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開戰國道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收費員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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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聯謀 保及投 保 Continue 鼓力聯謀 斯河 我們錢有個摩托 收費人加油 守美人加油 抗衷到底